Thomas,你前几天提过 国内的房地产又说不准加价 也不准减价,维稳 但不能上升,不能下跌 会不会在政策上有些改变呢? 除了扭住不炒之外 希望慢慢把泡沫释放一点 似乎在资产配置方面 一些投资者可能也要 察觉一下,如果真的太多房地产本身 在内地的话,是否应该减少一点 如果A股的比重不够的话 是否应该增加一点呢? Thomas,你前几天分享过这个话题 立刻发觉有这么多好消息 公布了的话,似乎你所说的 真的要想一想 为什么呢?我给图图大家看看 首先是昨天 这个是前天 关于环琴和前海 这个特别的区域 扩展了 被澳门和香港发展之外 所以昨天的金融市场是有反应的 你先看看A股指数 这是周线图 大家可以看到 周线图 昨天升了1.5% 即是50几点 收3676 其实是这几个星期来说 这几个月来说 就是刚刚这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开始有突破 如果能够升上超过3730多 这个阻力位 如果上穿的话 不得了 可能有一个大升浪 大家密切注视 现在3676 看看会不会 就是在这个 3730这些阻力 这些阻力大概是多久之前呢? 2345678 90 就是大概是10个月前的高位 就是去年的 12月左右 应该是去年10月左右的高位 就是3730左右 如果A股呢 这个上证指数 现在这个有个升势 大家密切注视了 另外呢 昨天有些个别的股票 有反应的 包括 就是沙沙 沙沙国际 就是香港的零售 卖化妆品 那昨天升了10% 那当然它之前是很高位 跌下来的 去到1989 那看那个RSI 就还是有得上的 现在都是60左右的 那么有机会去 如果去70的话 就是可能还有少少 升幅 有机会去到 比如说 挨近1.96 这些位置都有机会 那当然水位不是太高的 那另外就是 还有一个股票 是打得比较多的 是哪一只呢? 深圳控股 控股在深圳 就是搞房地产的 那当然它就是 由 2.9跌到2.2左右 就是过去那五个月 那昨天呢 就上回去这个 2.4就升了4.8% 也都是了 看RSI呢 应该有少少少升幅的 还有机会的 那同时看平均线呢 可以有机会试一试 譬如是250天平均线 那可能在说 大概两个五毫半 这些位置都有机会的 那么短期来说呢 就是似乎呢 金融市场反应 是挺正面的 那另一方面呢 那我们就看一看其他的消息 那就是 林郑 说到了 梅港仪 梅港仪呢 之前因为澳门有疫情 所以就暂停的 那梅港仪呢 那梅港仪呢 即将呢 其实在昨晚的深夜 就全面恢复了 那就适用于这个 是 在内地 和澳门 香港的 香港居民 那就可以在网上预约 就申请回港医的 这个限额 那就可以呢 就 就是 回来香港 就不需要再隔离了 那就 林郑我强调呢 过往经回港医 回香港的 二十多万的香港人 是没有一个去确诊的 那可以看到呢 国内呢 控制疫情做得非常之好 相信可以重新推行 这个回港医 是大家有信心的 好了 回港医就是 给香港居民回香港 那 又是一件新的 内地居民又怎样呢 内地居民 现在都可以来香港了 非香港居民都可以了 非永久香港居民 就是这个叫来港医 不是回港医 是来港医 来港医呢 就将会在下个礼拜三 就是 9月的15号推出 每日名额两千人 那就是深圳湾口岸一千 港珠澳大桥口岸一千 这样 那就是每日有两千个 国内的 非本港永久居民 可以来香港 就是不需要 是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隔离 不需要 不需要 檢疫 只需要有什么呢 有一个阴性 这个 这个 核酸检测证明 那 还有呢 来到香港之后呢 就需要定期 病毒检测 那我不知道 你怎样定期 可能隔几天 就要去一次 那 还有这些 现在香港的检测 检测开始了 就是不可以说 你拿个瓶 自己套些口水下去 接着交回去 油谷 或者有些是检测中心的 就不可以了 就是在油谷拿到瓶 或者在地铁 那些 机器拿到瓶 套些口水下去 深层退役 接着就去 拿回中心去检测 那现在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要拿个 希望可以做个核酸检测 你就要亲自去这个 在香港各区的检测中心做 因为防止 你那个 口水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 本身的 一定要亲自去到检测中心 即时拿 在鼻子里拿 以及在口里拿 那些样本 你测试 这个 就会大家 有信心一点 就证明那些样本是你的了 那 好了 这些措施做了 那 立刻有人问 好了 现在国内 那个防疫做得这么好 也都有 每日2000人可以 下星期三 开始放来香港 那你可以看到 沙沙的股票 升了 升10% 昨天六幅 六幅 珠宝又升了 5% 那香港人 什么时候可以去啊 假设 香港人 现在可以 你给个QR QR 给我 给个健康码我 下载 然后 譬如说 我想 下星期去国内 那我做定检测 或者做两三次才去 另外就是 譬如说 我做了抗体 看看我身体里面有没有抗体 当然是等于打了两剂的疫苗 看看我身体有没有抗体 另外就是 譬如说 我过去那两个星期 有没有去过一些地方 曾经有确诊人士 中招的呢 如果全部都没事的 符合了这几个要求的 我又有健康码 政府可以给我下载 喂 有没有机会 我进到国内 他就可以根据我手机 的健康码 他一直追踪我 假设真的有不幸 中招 或者我去过地区 中招 都可以跟到我 叫我做检测 有没有机会呢 有些人说 喂 除非全香港人 都愿意下载健康码 才有机会 是不是呢 未必的 可能真的有部分人 是很需要去国内办事 探亲 或者旅游 那如果那些人是符合 刚才我所说的四个要求 就是打两剂疫苗 身体有抗体 又做了核酸检测 又没有去公危地方 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过去澳门 或者国内 而是不需要做检测 去到之后 就是不需要隔离 我意思是 最多是定期做检测 比如说隔三四天去做一次 行不行呢 应该 应该是有机会的 有些人就说 不会了 等冬奥 冬奥什么时候呢 明年2月4日至20日 免得搞我冬奥 是不是呢 我觉得也未必 冬奥也 都不是在南部 是不是 有些人说 会不会先等新特首 香港新特首选举 什么时候呢 明年3月27日 明年3月27日选特首 会不会是等新特首出来 才让他送个礼物给他呢 这样 到时就有健康码 全香港人都可以回去 这个又是真的 真的想说 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如果 如果条件足够 为什么要等明年3月呢 是不是 我觉得真的 喂 有些人真的要鑽吃 比如前一班 我们看到旅游巴司机 很惨的 旅游巴司机 公式 公车的贷款 之前就只是公利息 现在就来开始要公本金 那你 全部都未复苏 又没有旅客 那怎么办呢 可能真的 政府要想一想 真的希望从国内 再谈一谈 看看有没有机会 提早一点 整业健康买这件事 好 再有点时间 我想讲讲另一个题目 就是 英国最近 不知道什么事 为什么英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出了一些消息 就是说 不是讲新东西 但是讲一些旧东西 他就说 英国的居民 如果来香港的话 就要小心了 因为香港可能 都是现在 平静了 但是也很难说的 香港可能会有 突然间有了 零声的 示威行动 甚至乎 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组织 这些恐怖活动 在香港发生 也不太行 他就说 更新这个 对港的旅游建议 声称 示威活动 在香港 愿意减少 但含有暴力活动 的示威仍可能随时发生 冲突可能在不同地方出现 包括港铁 英国对香港旅游建议提醒 英国公民提高警惕 注意最新情况 看完这段新闻 看完这段新闻 就似乎 英国政府想 警告英国的公民 如果你们去香港 你就要小心 可能有冲突 随时发生 甚至乎港铁都有机会 看完这段新闻 看到一头无水 香港现在基本上 趋归平静 闻乱反正 示威 暴力行动 我不觉得有 短期 算是 算是挺平静 为什么英国政府突然间出这些消息 是警告英国的公民呢 他们知道有第二波的颜色革命 因为颜色革命在西方那边制造 那港铁又露了马脚呢 就是他怕他们会搞 或者某些人会搞第二波 可能是这样 这样 猜猜 猜猜 猜猜猜 猜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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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猜猜 再说 英国对港的旅游建议提及 今年 8月1号新校的 香港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声称港府有权阻止旅客离开香港 但港府以承诺不会使用者的权力 只用于阻止尋求庇访者进入香港 他提到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这些英国公民离开香港 似乎他们害怕这件事 要特别提出这件事 提出这个条例 如果你搞了颜色革命之后 当然不让你走 但是港府说 承诺不会使用者的权力 只会阻止尋求庇访者进入香港 但不会阻止他们离开香港 就这样说 这个呢 就是表面上 英国政府出了这样的建议之后 就警告 或者建议英国公民要怎么做 但是呢 当初初 香港某些人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 他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 他是说 咦 他提醒人 如果在香港议外的地方 犯了国安法 他说 都要小心 中国随时可以有机会 中国当局可以根据规定 拘留及审讯而返 第一 应该就不是说在香港 在英国引渡那些人回中国审讯 应该不是这件事 但是似乎 有些人就这样看 他是不是告诉 在英国的某些香港人 你们不要在英国搞事 搞这么多这些游行示威 撑自由 接着又说江市的口号 如果你们 因为国安法新效果 你们来到英国 你照办这些活动 英国警方似乎是克制 但是呢 你们这些行动 随时被人拍片 然后拍照 第二天呢 你有机会呢 英国可能拿不到拘留权 回到香港的时候呢 可能会找出来 原来你今时今日 在英国搞过这些这样的事 这些示威活动 搞过这些这样的事 似乎是江市的 叫江市口号的活动 会不会到时回到香港之后呢 那中国呢 是有机会呢 是根据规定 拘留及审讯你们啊 或者带你回中国受审啊 或者香港根据国安法审议呢 有些人是这样看的 看这一段事情的啊 似乎呢 就是说呢 告诉在 英国的某些香港人 你们最好守守规矩啦 你们来到香港呢 你照示威呢 我们克制 但是我也是希望你呢 不要太离谱啦 你也是影响了 英国的使用啊 会不会是这样呢 好了 这个就是我分享上半段的一些看法 那大家是不是有我相同的看法呢 或者有其他人的相同看法呢 究竟这个英国政府出了一些建议 他内里的含义是什么呢 那样 纪念是什么呢 那大家去想一想啦